通常一個人啊通常在健康的時候 一般在變強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人啊 會來不上口很正常 其實我親上口 因為一個人如果說他的能量層級比高的話 他會希望你好 他會希望你好 希望你自己身 這八年中其實呢 我在我明明教堂 類似呢 就像很多上達本秀 那究竟這個上達本的 對我們人類的世界 究竟有什麼 其實呢每一個人啊 其實我自己沒有說 所謂什麼對方式的效益 其實這個是身上唯一的 就像人家說 每個出身的小孩 無非就是 語言交善 好簡單喔 做的其實不容易 我現在做這件事情 這道其實都好的 其實我的動作是有實驗 但我看了好幾次的觀眾 其實每個孩子都知道 沒有小孩子是不知道的 好 但是呢我們生活好 會經歷一些結束 生命中好就會 其實呢我們的生命 都不會一帆風順的吧 通常 通常都會遇到一些 讓我們人生會覺得有磨難 或是考驗的時刻 好那至於這個磨難 考驗的時刻的時候呢 其實是考驗的我們 不只是我們的耐力 毅力 以及還有我們生命 對那個最深層的自身 價值感的一種 對在世界上的貢獻 以及自身對自身最深層 什麼是愛 什麼是愛恨情仇所有的投射 好這個穴道好像比你們 不能夠按 以前點穴齁 一個穴道齁 點下去啊 像我們以前好像在說 比如說像是琴拿 琴拿來說的話 你要非常清楚的知道 你要抓的是哪一個位子 一次齁就是 然後照人體的結構 人體的井穴齁 看到一個人的氣脈的走向 那當你看到那個氣脈走向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人 為什麼他就是天生的療癒 是療癒手 通常很多已經找到自己天職的人 會發現生命是一個修羅場 我拿我自己自身的個案做禮法 我自己拿自己自身 我自己自身就是個個案 就是一個受到 受到神的 受到愛的感召 然後是自己追尋自己生命中生存價值 而且我覺得是在 是曾經成功過 那也曾經齁 我開生意 我以前也有做過生意啦 5年 然後我就 我是做經紀人 舞蹈經紀人 那那個時候呢 我就發現齁 其實生命齁 當你開始為這個自身的價值 對他人提供他力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世界上其實 真的是修行場 歡迎是不是一個修行場 有人在嗎 聽得到嗎 聽得到我說話嗎 歡迎是不是一個修行場 宇宙地 有十個人 人不多 歡迎在上面隨時跟我們互動 能量都能夠直接練習 不需要看詞 歡迎是個修行場 好那事業是個修行場 家庭是個修行場 因為你孩子的各個的一等經 二等經三等經 這些其實都是一種 無緣無聚 無業不生的修行場 所以是跟我不懂齁 留言都可以留 大家盡量齁 在這邊盡量閃耀你的光齁 跟大家閉嘴 兄弟姐妹間齁 有些像我的觀眾齁 說做一個聯繫 然後我彼此之間多多交流 善意友善的交流 對大家的修行都有幫助 我再送我一次學的吧 嘿嘿嘿嘿 好那 修羅場 修羅道 人道齁是你還在一個階段 就是說你對人會開始有感同身受 你知道什麼是 什麼是善的 什麼是不善的 啊動物道齁只有一個動物性 他只有聖物動物 他沒有沒有一個意識說 知道說這個有沒有令他 他其實還在立即的階段 就是動物道 再來齁 到人間 出生道啊 到人間的時候 可是有的時候齁 我們再講一下 這邊一個題外話插進來 不知道誰在舞下叫 題外話齁 人道齁 到 到出生道到人道齁 有的時候並不是說你在出生道 不是形象的問題 什麼意思 就是不是說一隻豬他就沒有無形 也不是說一個人齁 他就有人性 我很多鳥朋友啦 是真的鳥啦 會飛來 走開出發的鳥 我以前跟我拍戲的那種 他都叫我拍戲公主 哈哈哈哈哈哈 黑雪公主啦 回到我剛剛的那個議題 關於六 六道的温柔 三善道的修羅道 修羅道是什麼 修羅道是什麼 是當我們開始看見 集結業力超過我們的 這個DNA的感知範圍內 我們在為自己的生命的價值 真正閃耀光芒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在生命中 真實經歷的戰爭 與他人歡惜的一種 修復以及施放的能力 而這種修復 以及施放的能力 有的時候齁 他會一個業齁 他會牽引更多的業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的 世界的這個現象齁 在兩字化的在裡面 108號齁 為什麼人家說不能帶 108顆的佛珠 這是大法師帶的 基本上我剛剛在做的 是屬於危險動作 這麼多奇蹟 你這樣子人家久了齁 會覺得齁 這個佛珠齁 尼波爾來 總共108顆 108顆 108顆代表108號 為什麼18號 表示聖言在引導的意思 為什麼 108 他表示說齁 代表你聚集著萬個聖靈 把你所有生命中最大的業力連接 你有沒有這個智慧 有沒有這個情商 有沒有這個力量 有沒有這個信念 有沒有這個愛 有沒有這一種包容度 有沒有這種容納度 有沒有這個格局 有沒有這個深度 有沒有這個廣度 去接受這樣子的生命中最深的使命的重力 而這個這個使命齁 每一個人其實都會有他獨特的最大的使命在 一個改變世界的人 通常他前面是沒有人帶著他的 只有他自己跟神之間的關係 但是每個人都會遵守 沒有人帶著他的 在我們這個路面 還是有個改變世界的人 我們來找發 我們這個人的關係 有個改變世界的人 為我們可以找到對方